没练无所谓,其实人也好 但是主要来看老板娘 400公斤过来的 就为了一度老板娘的帮忙 对对 我就是为老板娘来吃吃饭的 老板娘长确实好看 你们成来 美女斗人 来来来,开始 开始 这能看看 这里还夹着 你每个都可以 好 老板娘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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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来过来喝酒吗 你给我开什么做 老板娘在业开酒 有开酒能力就喝酒的能力 来来来,开酒 开酒 老板娘,来来来来 来,老板娘 来,喝一个 喝一个 喝一个 再喝一个 再喝一个 来 可以 可以 好 这个今天花的男人 哦 好 慢 这个 这个 大哥一看 老板娘来了 吃完呀 吃完 这必须吃完 这五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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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不给他掌声吗 哈哈 哈哈 开始了哦 哈哈 喝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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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人 鼓掌 好 好 好 你看 我最来吃饭的话说 老板娘长得真漂亮 然后最美老板娘最美老板娘就喊起来了 要喝完醉了才美 对 老板娘醉了才美 那等会儿晚上喝点酒啊 可以 老板娘自说最美是吧 对 哈哈 哈哈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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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相当的忙啊 嗯 嗯 你家店现在的话七八年了 还有个老店 老店在大乔那边有二十年 前生意就好 现在的话更好 然后一半的话 好多都是看最美老板娘嘛 吃着吃着觉得口碑好 然后就是客人 老客带新客 这样子 会更好 啊今天年纪不大 我是九年后 九年后餐营 小伯爷啊 还是比较大众化的 人均五十 那个生意好了 钱就赚多多了 摔到桶多了 像你家的呀 你是堵塞的 听到没有 你就跨我了 猿师姐 来来来来干嘛 干干干干干干 你不好 recite 你吧 它不得了 差不多了 哎我都干了 我都干过了 我讲老板娘破底 老板娘破底了 我讲老板娘开酒 不喝酒的 我刚刚还讲 她一般不喝酒 她不喝酒 她只能喝不了 我讲的 我讲的 我讲一般都不喝 真的不喝酒 这个我现在是怎么卖的 一只老了260 有几斤的 7斤中下锅烧 送不送配菜什么的 送8个配菜 来吧 今天来到的是安徽的南安县的水口镇 在这个水口镇这边 我们吃最美老板娘的老鹅宝 这个老鹅的话 他们这里的话是做的一鹅两吃 这个七斤中的大鹅 一半做红烧 一半做这个清汤的 这个鹅的话 现在是他们是论汁卖的 一只的话是七斤 260块钱 然后再送8个菜 这个鹅大家看一下 非常大 我们尝尝它的鹅肉做的怎么样 这个红烧的做的是这种香的入味 鹅热做的比较烂一点 稍稍带他们一点点口感 这个鹅比较肥美啊 所以这个油比较厚一点 有点烫啊 这个清汤的味道的话就比较淡一点啊 然后另外清汤的话这个嚼劲比这个红烧的嚼劲要足一点 清汤的更多的吃的是这个鹅的这种本味啊 美女老板娘啊就是他们店里的一道金字招牌啊 很多的这个外地的人啊过来就是特地来看这个美女老板娘 然后再来吃吃他们家老鹅的 除了这个男粉丝之外 还有很多女粉丝也过来看他们啊 所以这个 漂亮啊也是生产力啊 大家到 水口对面来 可以来吃一下他们这边的特色的老鹅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女老板娘